我曾经当了20年的组织医师 我已经当了20年的组织医师了 我们这一代的人经历了从以前的开腹手术 到后来的腹腔镜手术 到现在的达文西手术 那其实上分腻手术大概就是10年的好光景 那后来达文西出来之后 那其实上就变成以达文西为主 骨盆腔是一个很深的器官 大家都必须在一个很小的肚子的伤口 主治医师 朱文医师 大家盯着那个摄影线在看 其实上你可以知道 主治医师他也必须要很认真的去看那个很深的位置 那后来腹腔镜出来之后 当然手是最方便的东西 可是手这个小空间里面毕竟不好施展 而且里面又很深又暗 你要照光 你要去碰那些很细微的组织 包括血管神经 其实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后来有腹腔镜之后 它可以放大2.5倍的一个倍数 然后冲了气之后 也可以让一些出血减少 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但是毕竟腹腔镜比较像是夹着筷子在吃饭 你用筷子夹东西吃饭 跟用手指在抓东西吃饭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使用上你就必须要去练那个技术 用筷子夹东西吃饭 你大概就只有几个向量 你就夹跟转 大概就几个向量 所以你技术练得很好 当然是高手 但是你可能真的要得到好老师跟好技术 一个好天分 达文西手术会让整个一个手术 更接近我们所想象的一个向量 它有七个向量 也就是说更接近我们的手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在缝合 那我们在推 我们在切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的角度可以去施展 那当然它看得更清楚 它放大的一个倍数更多 可以到十几倍 所以达文西手术就变成这种 腹腔镜手术的一个更进阶版 其实上还是属于腹腔镜手术 也是筋腹腔 那达文西手术变成社会腺手术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当时的设计也是为了 让手术更精准 然后在缝合跟保留神经 跟视野放大的部分 都达到一个新的指标